今年夏天詹姆斯离开克利弗兰后,骑士迅速沦为一支平庸的球队,糟糕的现状让不少老将心灰意冷。 克沃尔说,在球场内外的受挫,让他一度想要退役,不过现在,他准备好了,我一切都好了。 克沃尔在媒体日上表示,我现在都好了,我花了很长时间,远离比赛,好好考虑了很多东西,然后分析我是否还有继续打球的愿望。 我和妻子还有家人说话,看看孩子们,你知道我们还没有真正的谈论任何事情,只是希望对他们生活中所处的位置,有一个很好的感觉。 把这一切都想好了之后,我发现我还想打球,仍然喜欢篮球比赛,所以很高兴我还能回来。 克沃尔本赛季结束时处于非常黑暗的地方,他在总决赛第四场比赛结束后立刻离开了更衣室,没有和任何人说话,这是他在媒体日首先对记者道歉的地方,他说自己感到非常难过,难过的原因却不是因为被横扫,而是别的事情。 三月下旬,他的弟弟柯柯突然去世,使得克沃尔短暂离开了球队,他在常规赛最后几场的时候回来,帮助骑士继续追逐总冠军,但他依然要和情感做斗争,在球场上,他继续出售三分,但每场都面临感情上的争斗。 在和家人进行了一般交心的对话后,克沃尔确定他还能回来,接受新的挑战,我觉得我真的需要来自我妻子和我的家人的祝福,克沃尔说,我的年龄越来越大,为了打球付出的家庭代价也越来越大,这种感觉很真实,但我的家人们互相扶持,我们能继续前进,是我的家人让我继续回到赛场上,他们给了我自主选择权, 我希望我的回来不是来凑数的,我想要努力训练,继续拼命,投进投篮,帮助球队赢下比赛,克沃尔说,最重要的问题还是关于詹姆斯的,但克沃尔的回答很吭枪有力,我们失去了詹姆斯,我们要面对詹姆斯离开的情况,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,有些人需要面对没有詹姆斯的情况,但这就是考验一个人能力的时候,没有詹姆斯了, 我们需要用一个新的身份,去提高我们的比赛,这是我们需要去为之兴奋的事情,36岁的克沃尔说他准备好了,他的未来,还在歧视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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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